记得,资料剖析就是把这个范围的资料 剖到这边 如果你要剖到这边 刚好有没有记得,我刚刚是做什么东西 1是先给栏位 因为我要把这个1到6个号码剖过栏 所以我先在这边预先给他 我要剖的号码 第二步的话呢 记得要选择你要剖的 所以你要剖的话 当然你说老师我选整个B栏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呢 这个中养号码这些要剖吗?不用吧 所以你干嘛把它选起来 就是你要剖的才要选 所以基本上要避开这个 这个不要选 所以理论上我会选什么? 选B2Ctrl虚伪向下 你说老师你怎么选的? 其实这个快速键你一定要会吧 因为你要选到底以前是用滑鼠这样选 可是你这样选要选多久? 快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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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到了你又过头了 又拉拉拉拉去 我反映有人拉半天 所以记得你就是油标放这边 Ctrl虚伪向下 比较好 这样不是精确快速 OK 再多也不管 记得这个应该会吧 不会一定要记起来 再来就利用资料剖析 有没有资料 里面的资料剖析 OK 这个功能也一定要会 这个不会的话 以后你很多东西剖不开 你又要手动来自己做浪费时间 OK 所以资料 资料剖析 然后跟他讲说呢 你要按照豆点分割 豆点 所以分割符号 有没有 下一步 豆点打勾 这个其实Table不打勾 不过这个不影响 至少你一定要是豆点 然后再下一步 然后最后呢 这些不管了 目标储存格改一下 改成哪里呢? 改成D2的位置 这样就OK了 所以其实这就可以把它剖开来了 按完成 OK 好 那最后的话呢 你这个B栏应该就没用了 有没有 所以我就直接把它选起来 按右键 删除它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就会产生 特别号 再加上1到6号 OK 7个号码 每一期每一期 总共几期呢 感觉向下 2256-1 2255期 所以总共的数字就是2255乘上7 那你说乘上7多少 算了 反正就是很大的数字 那到底1号出现几次 2号出现几次 这个时候当然不是叫你用慢慢算的 应该没有人傻傻的在那边算 另外1 不选的话一样 怎么选到底 也千万不要用滑鼠 因为你现在慢慢选一样的问题 选到什么都才会到 不知道,快到了 所以记得你要快速进行 这个时候就邮票放B2 刚刚是Ctrl Shift向下 因为我们还有向右 所以通常是向右在向下 所以Ctrl Shift向右在向下 这样就整个选了 OK 选完之后呢 这个就是所有号码 就是2255乘7 这么多个 那我就给它一个名称 这个叫大乐透 所以这边 那怎么给名称很简单 定义名称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过 这边不是有个名称方块 这个范围 如果我假设不定义名称 那我将来要选起来很麻烦 它变成B2一直选 选到H2256 然后将来还要加情的符号 锁起来 可是我觉得很麻烦 那最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在这边给它一个名称 以后用这个名称就代替这个范围了 顺便讲一下 如果你要把这个名称调出来的话 有一个快速键叫F3 你按F3 它就会把那个名称的清单带出来 甚至你连记都不用记 我觉得这个方法比较简单 那所以先选第二步的话呢 在左上角的名称方块上点一下 给它一个名称 比如说这个范围叫大乐透 最后记得按Enter 因为之前有同学打完之后 然后很开心就跳到别的地方去 结果老师为什么你有我没有 我不是真的 我说最后你没有按Enter 如果你没有按Enter 它还是没有帮你定义好这个名称 所以很多时候同学都是差一步 动作都做了 但是最后那个Enter没有加 那它也不会定义 那你怎么知道有没有成功 它有一个方法 就是你再把它选起来 尤标放B2 Ctrl-Shift向右向下 那你只要确定一件事 都如果当你把这个范围选起来的时候 你的左上角上面会出现这几个字的话 那表示你有选正确 OK应该就很简单 那这个 不过你说老师都选 选这个有点复杂 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有啦 你看上面不是有公式 资料隔壁有没有 那你怎么知道有没有成功 谁来管 名称管理员 有没有看到 你看到名称就是那个东西 管理员就是管他你定义几个名称的地方 你就把它点下去 你就可以看到呢 里面有没有一个名称叫做大乐同 如果有 那底下就是参照到的地方 就是我这个工作表 因为我现在H5 当然你们名称不一定跟我一样 然后他的范围就B2 有没有 到H的2254 怎么是2254 看没错吧 2254 我会选感受向下 对2254 蛮没错 那如果呢 我今天已经 对应该是2255 那应该是 那应该是这个 应该是这个 我刚刚应该切过去的 我再一次 大乐同 我知道了 因为我之前定义过了 所以我这个名称不能跟前一个一样 如果一样的话 他会变成说 没有办法帮我定义 所以我怎么办 我就 换个名称算了 或者把刚刚那个名称删掉也可以 大乐同 加个数字 加个2好了 我用大乐同2好了 OK 那有这个范围之后的话 那我怎么知道1号到49号 谁的次数最多 我上礼拜有讲过嘛 第一个你可以先给号码 然后把它放这边 1到49号 所以先输入1 按Ctrl键向下拉 拉到49 到了 49 这样就1到49 记得你 你向下拉的话 记得按Ctrl Ctrl就会加1 如果没按Ctrl 就不会加1 或者还有个方法 你输入1跟2 然后向下拉也可以 反正相差1 他就会自己 那数量的话呢 这边有个数量统计 数量 那我怎么知道 这个范围里面 1号到底出现的次数是几次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利用什么 利用插入函数里面 找到那个什么的 叫做统计类里面的康义符 OK 康义符 这个康义符太重要了 如果你不会康义符 真的你很多事 真的就做不出来 你就只能傻傻的 自己慢慢算 所以康义符这个函数 太重要 那当然顾名思义 Ctrl就是算它的数量 义符就是一个条件 所以我们逻辑很简单 它后面只要两个参数 一个是哪个范围 Range 就是你要算的那个范围 就大乐透 OK 我刚刚是大乐透2 那第二个是criteria 是条件 条件就是说 你要在那个范围里面 你要找什么号码 那我找1号 所以按确定之后的话 Range Range就是这个 那你就按F 我刚刚讲F3 F3里面就会跳一个清单 这个清单就是名称的清单 那我刚刚已经 因为我好像之前做过了 所以这边已经有一个大乐 我用大乐透2 我看确定 然后你会看到 后面也会跳出那个大瓜弧 后面就是它的 其实在以色列里面 大瓜弧就是正列 正列的话实际上就是 类似像表格的 这样一个一个一个的 一个形态 然后条件的话呢 有没有这个 指的就是1号 所以因为待会我要算1到49 所以我只要先点这个位置 那待会就向下填满比较好 它就会自动算一样的范围 特别注意哦 如果定义名称的话 不像之前你用选范围 假设你向下填满 你还要锁那个列的位置 不用这个的话就不需要特别加上钱的符号 所以我我还蛮推荐你用第一名称的 OK 好这样的话OK的嘛 它会算完之后发现 哇这么多次里面 1号的次数这么多 336 OK按确定 其他的话呢 你把它快点两下 全部算完 OK 当然不过最后我们大概是想知道说 哪个号码的数量最多嘛 你很简单嘛 游标放在这个地方 就是然后做一个什么 资料的排序比较好 那因为我要知道的是最多的 少的不用管 OK多的 开出来哪个号码 最多Z到A一下 然后马上出现就是这几个 不是这是数量号码 所以假设前六个前七个 就这几个 那41号出现的次数是最多的啦 其次就是8号 30号 2号一时可以推 OK 所以你会发现 你要统计啊 这个就最精确的 这个不是我乱讲的 也不是说我报名牌 或者是我按照经验 我觉得没有 这是绝对千真万确的 这个是没有办法随便乱讲的 OK 那这样的话呢 很快就可以帮我统计完 OK 所以各位试一下 我把刚刚重点再讲一下 这上礼拜其实有讲 第一个就是 你先剖开之后 然后把这个范围 Ctrl 续个向右向下 定义个名称 第二步的话呢 再到它的旁边 我中间空一个空白栏 其实理论上 你也可以分在不同的工作表 只是因为这样看 我是觉得比较清楚 但你就在这边增加号码跟数量 就可以把它统计出来 OK 再来待会 可能就有同意说 老师这样太粗略了 这全部 可是如果一般我们是有不同的球 好像它是开第一颗球 第二颗 七颗球 那你说老师那我可不可以按照不同的球 它有没有不同的几率 不同的数量 那我要分别统计的话 那你应该怎么做 一样嘛 分别的话 那你一样可以用Count-if 只是说那个范围部分的话 那你就分别算也可以啦 或者还有一个方法 你可以用插入数据分析表 数据分析表 刚好就按照蓝去分析的 你可以再慢慢分析 甚至你还可以设不同条件 一号二号不同出现的状况 等等 反正这个其实可以做相对 比较复杂一点的统计分析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这个地方的话就算 它的数量 OK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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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